所作之善,必回身边 阿慧是一位心地特别善良的人,虽然家境并不富裕,但是他却非常热衷于帮助别人,甚至小动物遇到困难,他都会义无反顾地出手相助。 哎呀,阿慧姐,你这是在做什么呀?你怎么在喂小黄鼠狼啊? 这个小家伙的父母一定是遭遇到了什么不测,他没有亲人照顾了,因为我发现他的时候,他已经饿得都没力气逃跑了,来,快吃。 那你也不能救他啊,要知道,黄鼠狼可是杀死我们鸡的罪魁祸首,要是逮到了,打死他都不为过,可你却还拿鸡蛋来喂他。 是啊,让他自生自灭好了,何必管这些偷鸡贼的死活呢? 他们也是饿得实在没有办法了,才会跑进村子里来偷鸡的,如果他们有吃的,也不会冒险跑到我们这里来的。 更何况这个小家伙才出生没多久,他又有什么错呢? 老婆,这些蛋是留给在外打工的儿子的,可你倒好,都拿来喂给这个畜生了。 哼。 哎呀,这个小东西还知道害怕呢。 当然了,你们不要以为他们什么都不懂,动物其实也都是通人性的,你对它好,它知道,你对它不好,它也一样会记在心里的。 好了,小家伙,吃饱了就回家吧,如果你明天还找不到东西吃,就来找我,我给你吃的。 阿蕙姐,你不会真的打算一直用蛋将这只小黄鼠狼喂大吧? 是啊,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它饿死啊。 可是那些蛋不是要留给你儿子的吗? 你不是常说,儿子在外打工,最喜欢吃你腌制的蛋,每年你都会准备一些留给儿子。 现在,你把蛋都喂给了小黄鼠狼,到时候,你儿子要吃什么呢? 不碍事的,我儿子要冬天才会回来,时间还早着呢,这只小黄鼠狼用不了多久就会长大,到那时候,它就会自己找食物,不需要我的蛋了。 不管怎么说,阿蕙,你的心肠真是好,我们村子里谁没接受过你的帮助呢? 别说我们村子里的人了,现在就连周围山上的黄鼠狼都受到你的帮助了。 别提了,因为这些事情,我老公可是一直耿耿于怀,都还在生我气呢。 阿蕙一心向善,可是他的丈夫却对他的这些行为非常的不满,尤其不喜欢他救助那只小黄鼠狼。 诶,你这是要做什么?你又打算拿蛋喂那只小黄鼠狼吗? 是啊,他那么小,还没办法独立生活,如果我不管他的话,他会饿死的。 诶,平日里我们都舍不得吃这些蛋,你现在可好了,将这些蛋都喂给了那个畜生。 真不知道,你是怎么想的?要是让我看到那家伙,我就把他抓来摔死。 你不能那样做,做恶可是要遭到报应的。 你常说,做善事会得到福报,我也没看到你得到了什么善报。 既然做善事得不到善报,那做恶又怎么会得到报应呢? 老公,你要相信我,所作之恶留在身边,所作之善回到身边。 随便你吧,你想怎么做,就怎么做好了。 小家伙,饿坏了吧,我给你带蛋来了。 你慢慢地吃,不用急的。 阿辉姐对这只小黄鼠狼,就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啊。 是啊,这些蛋原本是要留给他儿子的,现在都给这只小黄鼠狼了。 也不知道阿辉姐的儿子回来后,知道这件事情会不会生气。 他儿子生不生气不知道,但他老公可是因为这件事情非常生气。 不过,生气又有什么用? 阿辉姐认定的事情谁都改变不了的。 小黄鼠狼一天天地长大,他已经能够独自寻找食物了, 因此很少再出现在阿辉家附近。 转眼间,冬天到了。 好了。 诶,你今天怎么做了这么多饼啊? 这不是冬天到了吗? 山里的小动物和流浪狗们,要想找到食物是越来越难了。 所以我就多做了一些饼,如果它们实在找不到吃的,可以来我们这里带走一些饼充鸡的。 又是小动物,你什么时候才能不管那些畜生啊? 谁说它们是畜生,看啊,它们多懂事啊,自己吃饱了会点头谢谢,并且也没有将食物全部都拿走, 而是留下来一些给那些同样饿着肚子,需要食物的动物们。 哎呀,这不是那只小家伙吗?好久没见,它已经长这么大了,难道它也找不到食物了吗? 为了帮助动物们过冬,阿辉每天都会在门口放制饼,而这些饼也都会被不同的动物带走。 天气越来越寒冷了,村子里下了一场大雪,这场雪整整下了三天三夜才停。 这场雪可真是大啊,竟然下了那么久。 是啊,这场雪下了三天三夜才停,山里的小动物和流浪狗们要到哪里找吃的? 不行,我得多做一些饼来帮助他们。 老婆,前几天我们儿子打电话回来说,这几天就要回家了。 你不给儿子准备一些好吃的,反倒要帮那些畜生准备饼,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 是啊,我们儿子要回来了,可是怎么还没到家,电话也打不通。 你说,会不会是因为这场大雪耽误了路程呢? 你还知道挂念儿子呀? 你不是一直只惦记着那些动物没有东西吃吗? 儿子我当然挂念着,但是我没有办法帮他啊,那些动物我却可以帮助他们。 再说了,我帮助了那些动物,行了善,得到的善果一定会保佑儿子平安无事的。 要知道,所作之恶留在身边,所作之善回到身边。 真是不可理喻,哼,你不是要用这些饼为动物吗? 那好,我就在这些饼上涂上毒药,毒死那些畜生。 当阿慧将几张做好的饼放置在门口后,她的丈夫便将一些寒毒的农药洒在了上面。 所作之恶留在身边,所作之善回到身边。 哎呀,我这是在做什么呀?我这样做真是有些太过分了。 不行,我不能这样做的,还是销毁这些有毒的饼才对的。 看来这场大雪真把山林里的那些小动物饿坏了。 我放在外面的那些饼竟然已经没有了,我还得多做一些才行呢,这样才可以喂饱这些饥饿的动物的。 你不是说动物们很懂事吗? 还说它们不会将所有食物都拿走, 而是会留下一些来给那些同样饿着肚子需要食物的动物吗? 可是你看那几只黄鼠狼,它们将饼一张不剩的都拿走了。 我想它们是饿坏了吧,或许是在山林里有它们的同伴, 它们是将这些食物带回去给它们同伴吃的。 现在大雪封山了,儿子是没办法回家的, 看来还需要再等一段时间,才能见到儿子啊。 然而,阿辉不知道的是, 他儿子就在准备翻越大山回家的时候, 突然天降大雪, 这场大雪下了三天三夜, 直接将它困在了山里。 雪终于停了, 终于可以赶路回家了。 好饿呀, 我已经三天没有吃了, 真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 不行, 我要回家, 我的爸爸妈妈还在家里等着我呢。 不行了, 饿到走不动了, 好想吃点东西啊, 如果现在能吃到妈妈做的饼, 该多好啊。 阿辉的儿子终于因为饥寒交迫, 在距离村庄只有两公里的地方, 饿晕了过去。 不知过了多久, 他突然感到有什么毛茸茸的东西, 在自己身边跑来跑去。 什么东西啊, 好暖和呀。 嗯, 这香味好像是妈妈做的饼的味道。 啊, 黄鼠狼, 他们不会是想咬我吧? 啊, 饼? 真好吃啊, 这饼的味道和我妈妈做的一模一样。 嗯, 真是太香了, 这些饼是你们带来的吗?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, 如果没有你们, 我一定会饿死在这里啊。 马上就能回家了, 爸妈在家里一定等得很着急了。 回家后, 我一定要把刚才的经历跟家里人说, 这真是太神奇了, 黄鼠狼竟然救了我的命。 当阿慧的儿子回到家后, 阿慧和丈夫欣喜若狂。 然而, 当他们夫妻俩听了儿子的经历后, 更是吃惊不已。 儿子, 那些饼正是妈妈做的, 我将这些饼给那些没有食物的动物吃, 没想到这些饼竟然救了你的命。 老公, 你这次应该明白我常说那句话的道理了吧, 所作之恶留在身边, 所作之善回到身边。 是啊, 太不可思议了, 如果当初我没有及时醒悟, 没有将那些撒了毒药的饼烧掉, 那被毒死的可就是我的儿子啊。 你妈妈说的没错, 所作之恶留在身边, 所作之善回到身边的啊。